我是网虫 我有网名 上网发帖 为何引来一片骂声 我 那个词我不想在这说 但是其实直接原理就是放屁 虚拟世界 任我徜徉 鱼的眼泪 为何拨去我的衣裳 今日说法 为你播出王律师的网上生活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博士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姚欢庆副教授 姚教授 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 我估计可能您平时也上网 也会在网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在发表观点和言论之后 有人不同意 对方将你的真实身份姓名等等资料 全部公布了出来 导致你招致谩骂 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布的调查 王永健是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名律师 平时爱上网 常用王毅这个名字回复帖子发表观点 但是在2008年年初 王永健在网上回复了一个求助的帖子后 出人意料的他却被骂了 当时就说了 我那个词我不想在这说 但是其实直接援引就是放屁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求助帖子 王永健又为什么被骂呢 大概这个帖子的内容是这样的 就是他结婚了 然后生了一个女儿 生女儿之后呢 就是和这个自己的这个丈夫关系不好 和婆婆的关系也不好 把那个奶粉弄撒了一点 丈夫打了他 事情简要就是这样 他现在呢想离婚 如果真的要离婚 离婚的程序是什么 财产如何分割 这些内容作为回复 王永健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心回帖 却引来众多网友的骂鱼 王永健很生气 他立刻打电话 给商都网值班热线的工作人员 要求删除帖子 网站工作人员将这些骂他的帖子 全部删除了 这个帖子删除 我想事情到此应该打住了 结束了 没有什么事了 但是突然我发现 有个版主叫鱼的眼泪发帖 把我的这个个人信息 工作单位啊 手机号码啊 照片呢 都公布出来 网永健常去的商都网 是河南省郑州市 一家大型蒙古网站 鱼的眼泪是商都网BBS板块 也就是网络论坛里的一个版主 他的职能是对论坛的内容 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王永健说 版主鱼的眼泪 在律师请你给大家一个说法的帖子中 指名王毅就是王永健 是个律师 这让王永健大吃了一惊 我不知道 我跟这个鱼的眼泪 这个版主没有任何的瓜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王永健说 人肉搜索他也听说过 但是没想到 有一天他也被人肉搜索了 更让王永健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手机经常在深夜响起 手机铃声 也成了让他心惊肉跳的声音 会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 有的是响一声就挂了 有的是可能 接通之后没有声音 还有的是 就是听到一些背景音 没有人说话 那一段时间可多呀 那就是此起彼伏的 刚睡着了 然后又来了一个 刚睡着了又来一个 先是被骂 随后私人电话又被公布 王永健迅速跟商都网的 值班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他们说现在是这个长假期间 领导不在 我们需要请示领导 你到这个长假结束之后 再和我们联系 而后这个在春节长假结束之后 我又与商都网 这个再次联系的时候 他们就置之不理 一直说这个还是发帖 符合规定 一直就置之不理 据王永健说 商都网对他的态度 并不特别积极 商都网是中国网通 河南省分公司下属的网站 记者来到网通公司了解情况 本人身份在网上被贴出来 也是网友通过 其本人在以前 就是说网站发言中 透露的一些信息 然后通过网络的搜寻 给找出来的 他这些信息呢 也都是在网站上公开过的 不存在的就是说 暴露的问题 据此 商都网并不认为 网友贴出网永健的电话 是泄露了他的隐私 那么身为商都网版主的 鱼的眼泪 和商都网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BBS的这个版主 是咱们网站的工作人员吗 不是 他跟咱们有没有那种雇佣关系 没有 他就是普通的网友 热心就是对这个版面的管理 我们就是说 然后通过一定的审核手续 然后批证 任版主 如果他个人在 个人在就是说 对这个板块的管理中 有明显的就是说 不合规行为的话 我们会预测换的 网通公司说 王永健的电话和律师的身份 是他自己曾经公布在网上的 网友通过搜索都能搜索到 所以并不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但是 王永健对此却不认同 但是我在这个 商通网上注册的王毅 没有透露任何 就是说是这个和这个律师相关的 他不应该把王毅等同于真实的 这个 王永健 但是他 把王永健 这个 同这个王毅 对等了 就是把 我的真实身份 公布了 既然王永健和于的眼泪 素不相识 又无怨无仇 那么 于的眼泪 为什么要在网上发表帖子 指明王永健的身份呢 记者通过商督网 联系到了于的眼泪 因为他说 那个玩法 根本就不是这个事件的习 他帖子内容是这样的 女人 就该打 生了女孩的女人 更该打 他说的这几句话 你复说的是他的原话吗 原话 那么王永健 是不是因此 才触犯了众怒 他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呢 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而且我也认为 他说生女儿就该挨打 或者什么 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而且我也认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个现在就是 因为这个不光当时不光 因为BBS不光我一个人看 很多人都看见了 然后就说 大家都是对他进行批评指舌 于的眼泪说 原始的帖子 网上已经没有了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而这个才是这场争论 真正的原因 我到现在一直认为 我没有错 我想开这篇帖子 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 我想让他知道他错了 就这样一个目的 我就想让他道个心而已 张乐还在继续 深夜 王永健的手机还在响起 王永健说 一定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网友的误会和错觉 关于这件事 他也曾试图和鱼的眼泪沟通过 也在帖子里解释过 但是他每一次发帖 只会引来新一轮的攻击和谩骂 甚至很多网友质疑他的律师身份 说他是冒充法律工作者 一时间 王永健在网上 成了网友们万见其发的目标 把你所有的跟这个 是有关的没关的东西 只要能搜到你的信息 都放在里面 就这样 事已至此 王永健想到 也许打官司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他开始在网上搜集证据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 有三个网友愿意为他作证 你以前认识王永健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对 那你为什么来要帮王永健律师呢 尤其都侮辱到一些人格的话 我觉得都说的都太不合适了 有点群有一个人 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 一个人可能他由于自己的目标行为 咱都打回来取诱 或许他的行为还不是国际的行为 因为他是只是说在 就是说一个问题 大家在这个板上做一个交流沟通 你是什么样观点 我是什么样的观点 大家是可以发表观点的 2008年4月18日 王永健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递交了诉状 要求商都网删除帖子 赔礼道歉 并支付他精神损失费2万元 虽然成了被告 但是网通公司却并不认为 自己侵犯了王永健的权利 BBS的魅力就在于 网友之间对一些问题 争锋相对的争执和辩论 所以说不能说辩论的任何一方 对体制提出问题 我们就全部都删 这样的话 BBS将没有一个帖子存在 没有将整个帖子删除 因为这个争论的内容 本身不是违法的 只是将一些过激的言论 一些我们认为 有违公共道德的言论 即时的已以了删除或修改 网通公司说 他们已经严格审查 对言辞过激的帖子 予以修改和删除了 不存在管理问题 即使有责任 也不应该是 网通公司和网站来负责 这些内容是被网友 转贴到这个帖子 从其他帖子里头 转贴到这个帖子里来的 我们一方面 我们不认为这是构成的侵权 另一方面 即使是构成的侵权 也是发布者构成的侵权 就是说 因为这个内容不属于 侮辱性的内容 我们不认为 这是由于我们管理者的责任 2008年8月20日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侵权案 做出了判决 判令商督网 在其网络论坛上 刊登致县声明一周 并赔偿王永健精神损失费 2000元 官司结束了 事情到此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2008年10月 王永健主动联系了鱼的眼泪 希望两人在网上的矛盾 能在现实中予以化解 即便可能因为彼此观点不同 不能成为好朋友的话 我也不希望咱们结怨 其实我跟你来说 单纯咱俩没什么怨吧 对对对 有些事我希望呢 就是当时咱们媒体能说明吧 说清楚 很客观很真实的咱们讲述了 对对吧 您是不是说过 打女人很应该的 没有 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记得你还给我总结了 90%网友眼睛都有问题 不是新闻眼睛 那我告诉你 只能是这样 你要这样说的话 咱们肯定做不成朋友 但是我不会跟你解怨 今天带来的一样东西 你可以看 王永健拿出了自己的律师证 这有律师证你可以看一下 您终于拿出来 您律师证了 其实这个我已经看过了 看过了 对 那我想知道 你在论坛上说是假冒法律工作者的依据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法律工作者 如果说是把这个打女人看成天经地义 生女孩就该打 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很随意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它从这个 不管您法律上来讲 您有没有这次个从道德上来讲 从这个情感上来讲 我觉得我不承认您就是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 其实我还不管今天这个观点的冲突如何 我还十分乐意和鱼的眼泪握手 可能你会觉得就是我这种方法 与你这个设想确实不明智 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这个做人直来直去 我不会和你握真了 我对于一个不敢讲真话的大老爷们 我会跟他握手 在现场 王永健还是无法解开这个疙瘩 我们看到最后法院判这个网站 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网站觉得很冤枉 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而已 而且网络这个平台是开放的 如果我对所有的帖子都管得那么严的话 稍有不慎我就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话 以后我干脆这个BBS不用开了 网络的这个语言的发布者 当然要承担责任 那您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 鱼的眼泪说的这个理由 他说你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我从别的网站上面搜集完了之后 拼凑起来公布的 都是你自己之前在网站上已经公布的信息 我只不过起了一个搜集的作用 并不是我恶意的 在你不想公布的情况下去把它说出来的 并不侵犯你的隐私 您怎么看这个 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人在网络上行走的时候 就是随时随地的很多情况下 是需要提供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数据的 但是他在提供这些真实数据的时候 是一定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服务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 当他在某一个地方 他是个公开的 在另外一个地点 他是一个隐秘的 在现实生活中 我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的 去收集某个人的爱好 收集某个人的一些年龄 身高某一些东西 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必然会构成一个对隐私权的侵犯 但在网络环境里面他就会 为什么呢 是因为随着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的这种发展 就是说利用计算机来收集和整理 分析一个人的信息的能力 大大的提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原来不成为隐私的东西 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 拼凑出来一个人的完整的冷酷 实际上你这个拼凑的过程 已经有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这种举动了 对所以说我们在网络环境里面 通过更严格的监管 给当事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安全的空间 其实对于每一个生活的真实世界里面的人 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最近也是在网络上面大家讨论的非常多的话题 叫人肉搜索 能够比如说把你的头像拍下来 或者相关的信息 能够基本信息能够给你公布在网上 马上就会有无数的力量汇入到这当中 直到把你查个水落石珠 让你在现实社会当中无法继续做人为止 其实我们相信很多网民一开始出发的 这个出发点是善良的 但是实际的结果我们认为是有探讨的余地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是借鲁之名行之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实际上在人肉搜索里面 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说基于一个良好的出发点 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损害了无辜的人 哪怕是真正的 里面的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人 是违法的人 他也受到的伤害 也远远超过了他应该承受的惩罚的部分 而且这种惩罚大量的 不是通过一个正当的司法途径实现的 而是通过一个公民的这种审判的方式来实现的 在虚拟网络里面我们给大家自由的空间 但前提是你必须合理合法的做一个网民 所以我们在网上去享受自己权利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行为 可能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的伤害 千万不要逾越这样一道鸿沟 让网络真正的成为一个 大家可以自由沟通和交流的健康的环境 感谢您关注本期 进入说法 感谢您导演或是参与者的支持 明天同一期间 进入说法 再见 明天同一期间